那个今天众生的苦 苦是苦在什么地方 苦在虚幻相里面去执着 这个虚幻相 这个是众生的苦 各位 如果各位能够了解 真的一切相都是虚幻 我对虚幻相 只是用来用而已 我不加以占有 我不加以执着的话 那各位 处处都是净土 各位你就是真正的大徹大悟者 念真如自信 为什么要念真无自信 就保认住真如自信 一定要知道 众生跟佛无我无别 就是有一个真如自信 我们称为叫做佛性 也称为叫真心 这个念跟真如自信是什么关系 这个真如自信它是体 念是它的用而已 念是它的用 念头是真如自信的用 所以因为有念头 所以我们的六根 有见闻觉知 所以眼睛能看 耳朵能听 见闻觉知 那各位 眼睛能看 耳朵能听 鼻子能闻 嘴巴能长 身体 处 处就是有知觉 那心里面又有想法吗 所以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接触六成 就是因为有一个念 而念就是有一个真如自信 那个如果没有真如自信 六根即败坏 六根没有作用 所以六主教们怎么修行 虽有见闻觉知 可是不然外境 不注意哦 虽然六根有见闻觉知 没关系哦 修行人眼睛能看 耳朵能听 鼻子能闻 这是正常 这个叫做正常的运作 可是不然外境 什么叫不然外境 就是不受到恶向 虚幻向的干扰 不受到虚幻向而执着 而真信常自在 真如自信常自在 什么叫常自在 就是我们的真心显化而 这是六主谈经 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